嗨 观众朋友 我们继续为大家现场直播在威海市南海新区高中体育馆进行的中央平凡球队奥运热身赛 现在比赛呢 大家看到刚才进行了一场双打 结果许昕和张尼科是战胜了崔庆磊和方博 现在举行的第二场是单打的对抗 现在大家画面上看到就是中央平凡的领队黄标 旁边的是王楠 在旁边的是王楠的丈夫郭斌 今天王楠是亲自到赛场为我们的奥运建儿助阵 这作为一个大满贯得主来讲 对大家的激励作用是很大的 威海也作为王楠和他老公 他们的老家吧 他老公的老家 所以这次前来他们也希望能够给中国平凡球队能够助力 所以他们也是忙前忙后为中国平凡队做各种各样的服务 这是林高远 林高远也是中国平凡队的年轻一代的小将 这个地方打球还是比较刁钻 也比较巧 那为了刚好的介绍比赛 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北京大学体育教研室的副教授 也是世界冠军刘伟 做我们的技术顾问 刘伟 你这个过去见林高远见得多不多 嗯 不是很多 应该说就还是一名年轻运动员哈 我刚才在想 派这个年轻运动员今天去冲击许欣 并且这个打法啊 我觉得特别像波尔 在这个打法上呢 就是给这个许欣这个制造一些难度 更重要的是派年轻运动员呢 通过他的这个朝气 锐气 给这个许欣这个一些冲击力 我觉得这个每一场球都应该是男队教练组精心安排的 那林高远呢 是来自广东省深圳保安区的一名运动员 这个选手呢 目前也是国家一队的主力运动员 他其实打球呢 比他们别人都早 他四岁的开始打球了 比较好的成绩是2010年的时候 国际拼联职业行为赛 在日本公开赛 U21的男子单打冠军 今年呢 他只有21岁 他这个岁数和女子选手 就我们说的陈梦和朱雨林是同龄 也是男子队里面年龄比较小的一年 都电话同龄比较小的一顿 好久了 大家看到许欣的这个纸板红达非常有特点 纸板红达是一个伟大的创造 在这里我们虽然说王浩已经成为了一名教练员 但是他在乒乓球技术上的这种贡献 我们永远是不会忘的 我们也希望王浩能够培养出像他一样的这种纸板 恒打的选手 确实是 这个不光这个传统 这个有一种传统和精神有一种传承 蔡老师你不觉得纸板恒打也是一种传承吗 那么最早使用纸板恒打的刘国良教练 那个时候其实就是解决局部问题 那到后来呢 在他下一代的这个运动员身上 马林的身上对纸板恒打 除了这个近台这个反守卫下圈球之外 在中远台的这个纸板恒打的弧圈球 又是一种这个传承和提高 那么最终呢 这个这个纸板恒打的打法在王浩身上呢 完美的这个体现展示出来 我曾经跟王浩说 我说这个国际评联应该给你那个设计你这个打法的人 发一个最佳设计奖 因为纸板恒打这个打法 它集直卧球板和横卧球板的优点于一身 所以呢 也就是纸板的优势特长在台内的控制球上面 那么恒板呢 是相持的两面发力的这个能力 那么纸板恒打呢都具备了 所以我就说从打法的设计上来讲是非常完美的 没错 有一次我也问王浩 我说你这个纸板恒打 你这个发明啊 王浩当时还挺谦虚 王浩说实际这不是我发明的 后来了解到最初呢 应该是一个业余选手 好像是也是应该是王浩的老乡吧 长春那边啊 这个逐渐的开始在业余里头有人用 但是真正的开始的时候 就是刘国良那个时代 刘国良 秦志俭 冯哲 当时那批运动员 严森 那批运动员的时候都开始用 他实际就像刘伟讲的解决的是什么呢 解决的是下拳球 就是反手戳到你反手 你测不了身的时候怎么办 下拳球变成上拳球 解决了一板球 后来没想到 经历了刘国良他们这个时代以后 大家看到王立琴也来了 这些老运动员都是 都是这个在奥运会市井赛上的这个老朋友 中国平方球之所以强大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发明创新 占了世界平方球发明创新的60%以上 这个就是创新 就是有动力 而且创新呢 我觉得和全民的创新都有关系 你看呢 我那时候 记得CATV平方球擂台赛的时候 我每到一地都能接到很多球拍 就是各种各样的球拍 有的是大把抓的 有的是拍子上有眼的 有的是歪半的 就是你想象不到 他有各种各样的东西 所以就是在这样的一种全民关心他 全民都琢磨他的情况下 才有了纸板光打 只不过这种创新成功了 而这种创新成功的得益于谁呢 得益于王浩在市平赛上的表现 奥运会上的表现 因为如果你打不成功的话 没有人承认你 即使你是好的 因为最后实践出真知 所以王浩的贡献在于 他使得纸板光打这个项目 让全世界人看到 看到他的厉害 尽管是三次的奥运亚军 但是这个已经体现出了 世界上最优秀的运动员 能够三次在12年中 保持到世界前几名的水平 确实是非常不容易的 我们也期待着像这种创新 还能不能再出来 这种感觉耳目一新的创新 可能越来越少 因为它是有限度的 但是有的时候呢 在这个乒乓球的一些 技术连接上的创新 我认为也是 也是很好的一种创新思路 现在林高远发球 6比10落后 这样呢 大五岁的许欣 26岁的许欣 就战胜了 21岁的林高远之第一局的比赛 这个许欣啊 在世界上比赛 我认为 可能比张继科和马龙 有一个优势 那就是很多人都不适应对他 打法的优势 因为这种打法太少了 像他这么高水平的 可能说就他一个 过去还有马林 还有王浩 现在呢 就是一个独苗 就是许欣 在最高水平的就他一个 所以你想外国人 怎么去适应 肯定不适应 所以欧洲的这个训练营 奥运会之前的这个 大家都集中起来 一起训练的这个集中营 也都已经开始 开始演练了 集中起来来琢磨 就像刚才蔡老师说到的 这个左手纸板 如何对付许欣的发球 许欣的白短 许欣的这个拧 但你可以找到这个左手横板 但你找许欣 跟许欣接近的纸板 去怎么找 他没有 对 所以这个东西就占据了一个独特性 也符合了中国平凡队过去提出的 你有我也有 你有的我比你强 我比你惊 现在许欣发球 丁高远是小五岁 二十一岁 漂亮 王浩刚开始打国际比赛的时候 他这个反手一拉的话 对方都不知道怎么接 就没见过 现在虽然是见多了 但是毕竟和那个横板反手拉出的弧线是不一样的 节奏也有差异 这也是许欣的长度 看着纸板 但是在中台中远台 比横板的能力有时候还强 因为你说这个能近能远 这是不是应该是一个超一流选手应该具备的 嗯 那当然 就是不可能绝对的主动 那么一旦等到你被动的时候 被对方打到中远台的时候 你还有这个纠缠能力 还可以缠住对方 之后等到对方一手软的时候 你还可以上来进攻 嗯 漂亮 我看林高远的这个 嗯 从身材上来讲显得有一些单薄 嗯 好像从打球的力量上面好像显得也比较轻 嗯 给许欣就是构不成很大的这个威胁 嗯 嗯 就是杀伤力那一板 不是不是很突出 嗯 两名运动员虽然都是这个左手运动员 但是一个直板一个横板 那么横板的优势主要在于它的相持能力 啊 这个相持能力主要体现在这个五到八板之后 那个叫相持球 呃 大家看到的这个发球以及发球抢弓这叫一三板技术 接发球跟防守那叫二四板技术 从第五板开始那是就是相持段技术 五到八板属于是相持段的这个技术 所以这个大家在看的时候可能这几个这几个阶段弄清楚之后 可能大家在听解说的时候就会更清晰一些 嗯 所以中国对平方球研究的比较细 嗯 像刚才刘伟讲到的一三板二四板 啊 外国人可能就顶多就是前三板就完了 他没分那么细 嗯 再加上呢 就是说呃 在相持中呢 又分为主动相持和被动相持 啊 这个又不一样 啊 你是主动上手以后形成的相持和被动情况下形成相持 这又有差别 所以在训练上呢 可能也也有不同的针对性 那这就是中国平方球研究比较细的这个原因 那研究的比较深研究的比较细 对平方球的运动规律认识的比较清楚 啊 这也是很重要 漂亮 你看这球拖一板啊 这本来是非常被动的 但是他来这么一个动作 一拖一板非常规 反而造成林导演不知道怎么办了 逆旋转 漂亮 这个逆旋转 波尔就发这个钱 对 嗯 这个好像我听说是好像是谁是最早发明的 好像也是欧洲一个运动员 嗯 首先发明 但是中国很快的学会 啊 受到启发 啊 业余拳手现在发的逆旋转也比较多 但是问题是 啊 就是顺着发 啊 往里走的时候能使上劲 往外展的时候 往外展的时候使不上劲 啊 这高手就是往外展的时候特别是张逆科啊 他这个往外展的时候这个劲 和往里勾的这个劲差不多 所以呢 往往人都会觉得判断的时候会差那么一点啊 觉得没有那么转 实际他就转了 像许馨啊 在打队内比赛非常不占便宜 啊 这有点像刘国梁当年 啊 当年在队内刘国梁打这个队内比赛 啊 有的时候就一下打到前六名以后去了 啊 为什么呢 因为他是靠特长来比赛 可是在一个队天天你都打都了解了 你那特长就不特长了 最后就变成什么了 谁实力强谁 但是一到国外就不同了 啊 特长的立刻就显现出来 那个特长属于是对手不适应 对 所以在中国平方队讲究是对内和对外啊 看的不是对内成绩 主要是看对外的成绩 漂亮 啊 现在两个教练也在对垒啊 这边呢是吴敬平教练 啊 也就过去像啊 啊 这个马林 啊 王浩啊 都是他给带出来的 这个教练也不简单 是江西人 啊 我记得有一次呢碰到他 碰到马林的时候 那时候给马林啊 也不从哪儿 让他妹妹从哪儿炒的那个辣椒 啊 就是 给带来了 所以所以这个教练和运动员的这个关系啊 也是非常重要的啊 又要像亲人 又要有尊严 还要能讲出道理 还要有针对性 啊 这就是吴敬平教练 所以这些教练跟运动员啊 生活在一起 就是才能观察到细微的地方 嗯 才能把握住他们这个思维的脉络 就是在什么时候 呃 可能 可能在生活当中有一些举动都不正常 那你 你比如说明天奥运会要上场了 前一天晚上 他在生活当中就是有一些不正常的举动 那也说明什么 说明他明天就是想文化书嘛 是吧 摆不正位置 所以说这个时候你就要跟他沟通 要调整心态 嗯 对啊 自己发车也行 这些人知道我一定会 所以 我刚刚发车 还发车上 准备他有个小的一下 你接一下 那所以 所以运动员来讲 我们都讲心理心理 实际我觉得是分好多层次 啊 你比如说举个例子 你首先一个你能不能吃吃吃下去饭 能不能睡着觉 这看起来是很简单的事 但实际上这是决定你的心理 啊 你为什么平时睡着着到比赛前你睡不着了 啊 就可能是心理压力大的问题 那怎么想办法睡着 怎么想办法吃下去啊 消化正常 啊 这样才能才能够打好比赛 拉起来 第九 李小冬教练 原来跟我们也到这个赛场那儿 这个经常给大家当顾问解说 啊 他这个 这么长时间了 又坐到赛场 他还是说 他说这个当顾问教练啊 基本上都容易得心脏病 啊 现在这么长时间 不出现 现在又突然又出现 对他来讲 可能啊 这个这个压力也是很大的 哎 那球擦边了 操 啊 用你的眼睛 和一般人也不一样 你看 有时候你擦边吧 我们在电视上 有特级 慢镜头都看不清楚 他马上就看着了 嗯 所以这就是说 他这个通过训练以后 他整个人体的生理的器官 啊 敏锐度比我们要强 耳朵好时 眼睛好时 啊 空间感好 啊 要不的话 速度感好啊 要不那么快的时候 他怎么能摩擦那么准啊 不偏不倚 正好 这到就那一瞬间 蹭一下 这摩擦着了 这个不是个容易事 挑打 漂亮 林高原有个优点 你看他呀 不管你多凶的球 你看他很少往后退 啊 他就盯着前头等着 你看 这个球防得好 嗯 11比10 21岁的林高原踏球 啊 这也是广东籍的一名 连续拉 第四板 第五板 好的 就打到许新的这个特长上去的 没错 所以我当时就觉得这球完了 嗯 你看林高原走到这个路上 基本就瞎了 是吧 对 因为许新你看他这弧线摩擦的 你看他这弧线多稳健 是吧 嗯 这就是功利了啊 对拉的功利 11比11 许新发球 啊 今年26岁 徐州的家 上海残阳滑蜜蜜蜂球 需要毕业 这板很辣 这个球有点糙哦 嗯 运气 而且动作也慢一点啊 嗯 刚才前到许新有一个正式 拖了一把 那也是一个高难度 那是个奖扶圈 嗯 逆旋转 所以一个好的球质量高 你像发球 就必须几个要素结合起来 啊 落点旋转 速度力量 啊 这几个起码你有两点 啊 你的落点好 啊 你的旋转强 啊 或者你的落点好 你的速度快 12平 这两个直线变得好 这两个直线变得好 那这样我们看到林高远 第二局第二局比赛取得了胜利 双方打成了一敌 那么请刘维给大家再点评一下 嗯 这个林高远能够把这一局在这个关键球上面拿下第二局的这个比赛非常重要 嗯 那么 现在比分一比一 在后面的这个比赛当中呢 嗯 就是就看林高远的这个 就是第一是破解许心发球抢攻的能力 另外一个就是在相持当中 他的反手是不是可以可以发力变直线 这个是左手对左手当中 这个谁想取得主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环境 那么作为许心来讲呢 在第三局的这个比赛当中 能不能够把他自己正手的这个优势再发挥出来 而是不要让林高远压住他的这个反手 能够发球抢攻 多用正手这个 呃 去 去冲林高远 连续正手拉住林高远 这是最关键的一点 蔡老师这个比赛我觉得有意思的地方呢 就是在见招拆招 嗯 不断的往前推进 对 推到某一个点上 在那个点上就是挑战 挑战的不仅仅是他的技术 还有他的心理承受能力 面对这个输赢的 这个如何看待输赢的这个 这个水平 这个水平 所以就是就是这个比赛有意思就有意思在 它是动态中的 没错 它是不断变化的 就是每一个环节 你如果把握不好 可能都会对后面的局势造成一定的影响 没错 如果说一盘乒乓球比赛 要把它看成是人生的浓缩 也是可以的 有高潮 有低潮 有挫折 有硬变 最终呢 你这个过程 它的曲线和人生就很接近 有很多相似之处 只不过呢 乒乓球呢 它是快而已 更重要的 还有一个灰色地带 就是被对方打得没有办法的时候 刚才这个蔡老师讲到一个演字 是吧 你讲到一个演字 我当时我就在想 可能被打得这个束手无策 灰色地带的时候 那个时候需要演 演什么呀 面无表情 不被对方识破 还在那儿这个坚强的支撑着 等待着对方的这种变化 没错 其实好的运动员 有的时候也是 真的有时候也到绝境 但是他就坚持 坚持就会赢得时机 就会赢得 你对方犯错误 就像下棋一样 你就挺着走 挺着挺着 他就会出错误了 如果放弃了 那就没有后边 国球为国争光 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特别是在1959年 中国团拿到冠军 1961年在北京举行 26届世界乒乓球锦销赛 当时庄泽东 拿到了男子单打的冠军 秋中辉拿到女子单打冠军 从此中国对进入一个黄金的阶段 然后欧亚对抗到全胜 所以中国乒乓球 这整个的过程 可以说在那个时代 就是给我们民族 在这个困难的时期 注入了精神的力量 但是到现在呢 我们现在富强了 人民生活也好了 我觉得就是国球为国争光 国球为国民健身服务的责任 可能就更大了 前一段呢 到这个内蒙古 我就发现 西林郭罗盟 呼伦贝尔盟 这两个盟合起来 大概不到50万平方公里 40多万 456万平方公里 相当于500公里乘900公里 这么大一块地方 那么那个地方呢 三四个月是比较好的季节 大部分时间 这个气候都比较冷啊 所以这个乒乓球就成了什么 成了活跃人们文化生活的一个 很重要的内容 因此呢 乒乓球 这个是我们快乐中国 幸福中国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人们的这个娱乐 这个乒乓球在寒冷地区 就是非常好的锻炼形式 你看这个直板还是反手弱 静观有直板横打 但是跟横满比起来 还是反手的相对薄弱 所以就必须用正手的强 来弥补 许欣就是很好的一个例子 他用正手的这个墙弥补了反手的步骤 现在中国拼鞋的这个会员乒乓球比赛 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它各种分战赛到总决赛 成了乒乓球爱好者的一道美餐 还有就是各行业的比赛 这包括各城市的比赛 各县里的比赛各种各样的比赛 使得人们生活质量有了明显的改进 最大的受益者 就是天天拿着球盘打球这锅人 我觉得他们比那些奥运冠军的受益并不少 那些人受益的是荣誉 但是他们受益就是身体的健康 他们可以真正感受到乒乓的快乐 所以每天就是快乐乒乓 这一段许欣给林高远反手 这个球太多 林高远又是反手撕直线 又是侧身撑的 这一个时段应该说林高远 这个头脑思路还是比较清晰的 发挥的也是不错 那么作为许欣现在要突破这一点 首先从这个发球上也可以偷一些长球 现在双方第三局许欣落后两分 在第一盘呢 许欣和张力科先生 就是双打 现在是第二盘单打 漂亮 好球 这个就是偷成 因为前面他发短球 林高远呢 都是反手拧啊 摆短啊 他并不占优势 那么林高远的这个 就是我刚才讲了 力量不是很大 那么这个长球 现在还可以再偷一个 敢不敢再偷一个 又来一个 对 这个就是什么呀 这就是说 你必须要出其不意 攻其不备 你看这个球林高远应该是 正常情况是 手拿把钻的球 但是打丢了 为什么 被许欣的这个急肠给冲乱了 对 这两个球一发 马上情势就变了 对 林高远现在逆旋转比较多 一个是反手底线 一个是正手短球 又来了 中路 行人相持 对 这个落点非常好 许欣拧的这个球 生在落点 对 这就是排球那个窝果啊 所谓的就是打到怀里了 嗯 窝住了 所以到关键球的时候 这个时候力量并不是说 最重要的 这个落点是最重要的 嗯 9比9 现在就是什么 就是这个关键球处理 嗯 你看6比8落后的时候 偷长赢了两个 现在9比9 你是偷长还是发短的 但是现在是9比9 也就是关键球 现在林高远应该已经注意到这个长球了 嗯 那么现在这个短球不能发到林高远的反手短的 要发他中间偏右短的 之后许欣用正手上手 啊 又到反手了 这个落点不好 这个落点不好 你发到他反手短的 他马上就拧你 拧到你反手 拧到你正手 你都都不好受 嗯 所以发到他中间偏右短的之后 他正手 还好上手 刚才这个球发的 不是很严厉 没错 这次运动员有时候也有一些疏忽 啊 不太合理 来了 这道正手了 对 这是一个好落点 发到这个点上 他正手就可以发挥出来 所以刚才刘伟讲这个 就是说 呃 其实是一个对平方球的一个现实的评估 啊 这是一个能力 到底发哪比较好 不是凭自己的感觉 而是客观的 对 蔡老师这是一个什么 就是说落点的精确 嗯 相处了 你看这里探图这个许线啊 在关键球处理上 关键球处理现在就是什么呢 就是一定要自己先上手 你想办法不要让林高远先上手 自己一定要抢先 把主动权拿到手里 对 10比11 短的 哦 这球漂亮 搓得太棒了 那林高远刚才这个球是用手腕 巨高零下 切了一个 嗯 而且使上劲了 而且这也是非常规的一个接法 平时很少见到 嗯 大家再看一下 啊 这个手 属于是招招致命啊 嗯 虽然是批长 批他正手长的 没错 这一阵 比较狠毒 那这样呢 许新也是面临了一个很大的困难 各个发击手的 各个出台的 啊 现在在关键时刻 刘国梁出动了 这个拉营一两个路 等一两个洞会不能出台 出那么多 全是上原路的 多一下 不行掉一下 然后偶尔跟长一样 变一下 然后再试一下 有多种变化 第一个车的中间挺好 第二个还是一样的 不是啊 这反就对着了 你前面这八两个长就得分了 你知道 放放不放 或者被人拉完之后又回去了 每个车都要连贯一下 就去思考 去猜对吧 这儿算两个就合到那儿 这儿那儿就合到那儿 他所有的大部分 都给他招手 招手拉一点 招手 反正一动 你看刚才国梁的这个指导 全是纸板的精髓 嗯 他让许新 就是说摸一下 这个吸短一下 完了以后再冲一下 全是变化 就是让对方就是耗不到他的脉 嗯 不要一个战术使用到底 嗯 嗯 那么我觉得这个许新第二局的这个失败 在关键球的这个失败 呃 落点的精确性 以及思维的严密性 做的不是很好 嗯 他的思维一定要就是这个时候就是一个好的这个状态你精力够的时候你打球思维它是很很谨慎很严密的没有漏洞就是你一旦就是有一丝一毫的侥幸的这种念头和心理的话都会被对方抓 所以也就是国梁现在就是面对林高远给许新做出的这个指导就是说什么打经验打变化 多一些变化 你看现在就算是他发到正手短的林高远都侧过身来用反手拧他已经已经尝到拧起来的这个甜头了 所以说还是要大胆一点就是许新现在面对横卧球板他们两个人都是左手有这种角度打不开的感觉在打不开的感觉的这个前提下一定要敢于什么敢于打长短 就是不要让林高远站在一个位置上就是回击他的球一定要有有高调有轻有重前后打林高远那么发球也是一样 中间短的跟反手底线这两个球作为作为长短配合牵制的对方 对所以老运动员和年轻运员的差异就在年轻运员练的比较苦比较冲可能基本功都比较熟练 但是老运动员经验多所以必须要在变上做文章 刚才刘国梁的指导其实也是其实强调的是个变不要老一样 他摸不着哦漂亮再来 这是精华 今天威海市南海新区高中体育馆坐满了很多南海新区的这些观众 他们有幸的在现场观看比赛 挑打 这是个机会球 这是个机会球 大家看到林高远的这一把反手变直线 这是在他的这个意识里边早就想过的一个球 在这一刻才会出现 并不是随手随手拈来的一个球 非常好 对 许欣现在必须要敢于发长球 敢于跟他形成对拉大相持 也就是要有那种敢于拼刺刀的这种精神 像这种接发球失误啊 可能广大球迷看 怎么这么简单的球 吃发球还吃发球 这么高的手还吃发球 其实在这个环节上面是因为顾此失比 因为他害怕后面林高远的进攻 所以在第一板就是接的时候 他考虑的是后面的球 所以在这一板上造成了失误 所以我老跟北大的这些学生们 我跟他们在讲配套设施 我说你是两室一厅还是三室一厅 就像这个发球 它是不是一个 我这个发球不错 这个话表达就有错误 发球是一套 一长一短 有转的有不转的 是吧 长短配合 这叫一套发球 最后达到一个什么呢 就是长短是配套了 发球跟发球抢弓 从这个是横向的 那个是纵向的 它又配成套 其实发球的威胁大 在于你后头抢弓的威胁大 对 就是你发球的能力也可以不是很强 但是你抢弓能力强 可以弥补你发球能力不强 没错 因为对方害怕你那一板 所以他接着 战战兢兢的接 所以就接不好 现在许新呢 是在这个压力之下一边落后的情况下 在第四局落后 现在已经领先了 一旋转 那喜新这个落点也不错 所以这个落点很重要 因为速度比较快 一旦打到对方中路 他要想打的话 他必须要让开位置 而一让开的时候 时间就来不及了 如果不让开的话 他的这个命中率 就会受到很大影响 拧的他难受死了 所以现在意识到发短球 对方全台反手拧的这种情况下 就要敢于去搏杀偷长球 之后形成对了 直接进入枪区 这信息也不行了 许新的暂停用了吗 蔡老师 他的暂停用了没有 好像没有 现在暂停可以在这一局上 再不用就不行了 现在一比二过后 现在九比九 这时候是不是 刘伟应该 你想一想 你前面哪些球赢球了 这时候要把那赢球的 精华的东西拿出来 对对方威胁最大的是什么 你这时候应该脑子里清楚 对 逆旋转 发球失误 所以这叫发球自杀 所谓自杀这个词用的很 这个时候你看 就存在林高远 前面有赢许新的能力 技术能力 但是现在你敢不敢于 战胜许新的心理 现在在挑战 你看 现在在挑战林高远的心理 不敢赢 没错 自己拿发球拳 九比九 有点乱了 这就是经验的作用 最后反映到综合上 就是自信心 有的时候我喝出去了 我闭着眼来一玩 那也是自信心不足的表情 因为是很盲目的 所以一个比较高的这个境界 就是到了是什么呢 注意力注意到比赛本身 而忽略了结果 就两个要不就发专不论 专不论他领得上 说你发高线 你两个人来就发专不论 他摆不住 你可以拉的 你拉的就是你自己活该 半高人家摆半高 你打不倒不着 拉不着的活该 你不能说到最后 全告知的 捡人家给我失误 你看刘国良给许欣又指出了一条光明大道 就是刚才你看我在解说的时候 不也说林高远全台拧他吗 拧的话拧是拧那个侧旋球好拧 拧转不转的不好拧 刚才国良给许欣的指导就说 他拧的你难受的时候 你要变发球 变转不转发球 他就不太好拧了 不太好拧的时候 他一摆高了 一挫长了 你就可以下手上手 现在你这里边都是在试探 找不到点了 脑袋在里边打这么长 这是抓最后的变 另外国良刚才讲的一条也很重要 他说你不要侥幸的老等人的失误 这个就是一种什么呢 一种保守的办法 就不敢出手了 老等着他失误 你等人的失误 人的失误了好 固然好 人的不失误呢 那你不就完了吗 你命运没有在自己手里 对 所以这个进攻型选手 你平时练的90%都是攻 或者80%是攻 你练手的时间很少 不像萧球 他80%练萧 所以你这种情况下 你必须要把练的东西 哪个用心多 你就得拿哪个你有把握 所以就要抢攻在线 积极主动 走 这就在许欣落后的情况下 看看实际对他的锻炼价值就很高 其实可能刘国梁更想看到的 就是许欣在绝境的时候怎么样逢生 这个对他有价值 而不是轻松的取胜 轻松取胜并没有太大的价值 来 走 我们看许欣在改变了自己发球方式的这个情况下 确实多了一些上手的这种机会 抢先上手拉住林高远 这也是非常好的一个办法 林高远现在这个从刚才第四局的9比9到现在有点求胜心切 有点着急 今天那个比赛的地点是威海市 南海新区的高中体育馆 南海新区也是威海市全力打造的第二个威海的中心 那么这里边现在有12个高校的联盟也入住到了这里 现在就包括了比如说北京交通大学 威海校区 北京印刷学院 威海研究院等等 所以今天到场的有很多都是学生到现场来观看比赛 这个对乒乓球的普及和推广意义非常大 现在场上比分5比2 打这个直板横打一个很重要的条件啊 就是手指手腕要有力量 比如王浩的手指手腕就惊人的力量 比如许昕比一般人的手大 所以他抓住拍子以后就比较容易 我有一次碰到王浩我就说 王浩我说我想问一问 为什么直板横打现在没有第二个王浩 他就说 他说其实我也是个特例 在某种意义上咱们要分析 就是不具有普遍性 其实我觉得这是一种专念的体现 就是王浩在这个从一开始学打球 他拿着直板他就不会推挡 没错 一拿球板就是直板横打 对 所以现在呢 现在的这个直板就是说你是不是很纯粹 你拿起直板来你又想这个反手工 又想推挡又想直板横打 结果哪一项也没整好 所以还是就是专一门的去做一件事 做到极致也不错 没错 那再一个就是除了这个刘伟刚才讲的以外 就是说直板横打他有很多苛刻的条件 不是说每一个人都行 他要求你的手腕呢要非常有力量 所以这怎么样把手腕的力量提高起来 这可能也是看起来好像关系不大 但实际上它是个基础 王浩呢也在思考这个问题 他说我也在想 怎么能够以后再培养出第二个王浩 第三个王浩 他也在思考这样的问题 但事实上现在没有后备的人选 就说明这个东西不是那么容易 这刘国梁在跟好帅说话 你看这一局蔡老师 就是没有看到许欣打出什么很漂亮的球 但是8比4领先了 说明什么 说明林高远的心乱了 你通过他的前面打得丝丝入扣 一环扣一环 打得很有套路 无谓失误很少 但是在这一局当中 揭发球两个失误 有很多不该丢的球丢了 这就是不正常 没错 什么叫不正常 就是他的心里发生了一定的变化 没错 包括上一局的时候 9比9发球失误一个 这都是不应该的 是吧 你看9比9领先 你有两个发球 你想想你还自己发球自杀一个 这肯定是心理上的问题 现在9比5 领先四分 高抛球 许欣的正手能力非常强 尤其是调整能力 而且他这个拉球 在不同的点上 高点拉 上升点 下降点 都能拉 就是这个表达了 他的这个适应性很强 据点了 现在5比10落后了 刚才这个球 他又找到刚才的那个感觉 那个时间点 接发球应该怎么办 发球应该怎么办 又回忆起来了 就是说明他的这个心啊 心脏的心归位了 你的意思有时候输多了 也就放开了 是吧 放开了又回来了 这个对林高远来讲 是一个 应该说 对他人生来讲 发展啊 整个球的生涯来讲 可能是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过程 因为他很少和许欣 在电视转播中打 在领先的情况下 有机会赢的情况下 乱了 那么他就 这时候对他就形成了一种干扰 他反复要思考 最终通过思考 来解决思想的这种差距 这样现在 奥运